国标舞基本功论述 国标舞移动的最基础 跳舞时肢体的动态与舞层上脚步的更换全部称为移动 Rotation 回转 转动 Contrary 相反 Body 身体 Movement 移动 CBM 反身 反身是因为转动而导致 以及CBM是因为Rotation而产生 跳舞中每个重心脚走向下一步时 都要在当下重心位置的定点上 先运作垂直重心轴的Rotation 转动 也就是跳舞编排的各个组部中的每个重心脚的定点上 都要运作垂直重心轴的Rotation 转动 原因是肢体的协调 这肢体的协调是天生的 而每个组部中的第一个脚步 尤其要加重这个垂直重心轴的Rotation 转动 原因是给五层方向定位 当运作了这个垂直重心轴的Rotation 转动 自然身体就是了CBM 姿态 所以不要问自己身体有做到CBM了吗 只要在起步时有运作了垂直重心轴的Rotation 转动 自然就有CBM 也不要困扰CBM到底是怎样的 只要把Rotation 转动搞懂 自然就有CBM在身上 而CBM到底到底是什么 字面上的中英文如右 Country 相反 Body 身体 Movement 移动 五届称为反身 按字面上来看 就是身体在移动时会有相反这特性 而钻研这个相反这特性不容易 会把人搞糊涂 倒不如把重点放在Rotation 回转 转动 来研究这Rotation 回转 转动 作者我是福智心灵的 最近发觉着CBM反身是因为Rotation 转动而导致 真让我大叹原来如此呀 而跳舞一切起源于Rotation 回转 转动 这Rotation 回转 转动是太太太重要了 跳舞天天练跳固然重要 但是若不知道肢体的如何操作 再跳也是那样 要知道如何操作肢体来练跳 除了会精进更不会累了身体 现于Rotation 回转 转动 下次再论述 下次再论述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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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